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也是一种极寒之火呀 又怎么可能如此轻易的让妖艳得逞呢 当即五色光霞一阵高涨之下 毫不客气的抵挡住了黄色妖火 而就在这片刻间的功夫 韩丽呢早已经用手指啊 一点深闲的黑色山峰 顿时此山一个晃动之下 竟一下子闪入到虚空不见的踪影 下一刻呢 那黄梁石灵上空啊波动一起 黑色山峰一模糊诡异闪现 并毫不客气的一压而下 同时灰蒙蒙的光霞再次一惊而下 那石灵呢 实际的身躯一沉啊 一股无形的距离就先山峰的作用在身上 让身体一下子变得迟缓无比起来 那黄梁石灵自然一下子变得惊怒至极啊 在挣扎了几下之后 现没有作用 当即不加思索的 冲空中一张口 竟喷出了一颗黄蒙蒙的圆珠出来 这个圆珠啊 不过拇指大小 通体乳黄 看似毫不起眼 却是此灵物从诞生之日起 就开始孕育的腰单 这腰单只是在石灵头顶的滴溜溜热门一转 无形距离竟被强行的排斥而开 同时扑吹一声过后 无数的黄色的火蛇啊 从腰单中狂涌而出 迎风一晃 化为了树杖之场啊 接着张牙舞爪的齐上而破啊 结果黄火灰侠一阵交织 竟将黑色的山峰硬生生的挡在了高处 而没有办法落下分毫 但就在这个时候 原本啊 身处下方的寒历 这双目的寒光一闪 单手一掐绝 背后一声霹雳 一对晶莹羽翅浮现而出 然后用了一扇 就化为了一道银湖不见了踪影 这个时候空中石灵啊 刚身形移动的 躲过了碧蓝蝎子的一道蓝芒攻击 双目一宁的露出了凶色 似乎呢 想发动一些反击 但是 其身后处的虚空处电光一闪 寒历就浑身雷电缠绕的一闪而出 黄梁石灵一惊啊 不加思索的第三颗妖目一亮之下 就要再次的发出耀眼的白光 寒历对此却仿佛早有准备 梦然之间的一声冷哼出口啊 同时双目一臂 眉宇之间黑光一闪 破灭法目一睁而开了 黑光一闪 一浪黑线从法目中击视而出 一闪击视之下 正好击中了灵悟的第三颗妖目 让其刚亮起的白光 一闪的破灭掉了 而那石灵呢在冷亨入耳的瞬间 只觉头颅中啊 一声霹雳 一股失入魂魄中的剧烈的痛楚 让其身形一颤 不由得在虚空中的摇摇欲坠起来 趁此凉机 韩历毫无犹豫的 两手一搓在猛然的一扬 雷鸣之声大气大 金色电光闪动之间 无数道电弧弹射而出 一个闪动之下 就化为了一张巨型电网 往石灵一照而去 并同时呢 骤然缩紧了起来 等灵悟从那一声冷哼中 重新清醒了过来的时候 身上早已经被一层层的电壶 包裹的死死的 此石灵 他自然不甘心如此被寻 当即与生坚明之下 身上的黄色的妖艳 再次滚滚的冒出啊 地鞋神雷 所化金湖和此言一接触 竟在一阵低沉的 啼里啪啦声中呢 呈现了消融之势 石灵竟要就此地 征途而出了 但是韩丽啊 好不容易将其困住了 怎么会再给他丝毫的机会呢 当你嘴角泛起了一丝冷笑 单手一掐绝就要瞬间顿到了 石灵近在咫尺的地方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他耳边忽然传来了一声黑雨 让人有些急促的传应 韩导又且慢 此灵物让老夫的灵虫 来制服即可呀 行李一阵之下 手中动作自然不绝为之一顿 就见那原本悬浮在空中 一动不动的老者呢 眼珠突然之间动了几下 接着口中一声长笑出口 几乎同一时间 那只碧蓝飞蟹 体表略模糊 吸引狂闪之下 竟幻化出了十几个 一般无二的飞蟹出来 这些飞蟹 一战动翅膀就纷纷的化为了一团蓝光 在原处消失了 而下一刻呢 空间波动一起 这些飞蟹出现在了石灵的上空 尾部钩子一亮之下 先前出现过的蓝芒 就同时的一盼而出了 这一次呀 那石灵在惊呼的捆绑之下 根本没有办法动一下 自然被这些蓝芒 纷纷一闪的没入身躯当中 一层蓝芒芒的雾气 瞬间的在灵悟的面孔上浮现而出 提掉原本熊熊燃烧的 黄色的妖火 仿佛遇到了克星一般呢 一下子就变得暗淡无光起来 甚至最后 一声闷响的 为之溃散一灭 黄灵石灵 见此情形啊 一下子变得暴怒无比 呲牙咧嘴之下 猛然张口呢 是狠狠的一息 身躯就仿佛气球一般的 迅速的膨胀了起来 同时啊 一股可怕至极的气息 从他的身上一散而出 韩利利一感应 这气息的诡异 忽然想起了什么 脸色一变 身形一晃之后 就骤然的出现在了 百余帐外的地方啊 而就在这顷刻间的功夫啊 纳士林身躯 已经彻底的化为了 圆谷谷的香状 将那些金色的电弧 称的是琵琶乱想不已 随时都要自爆而开一般 哼 灭掌 还想自爆 老夫早就预防你这一招了 刚从幻树中 挣脱而出的黑雨上 一声冷哼过后 踩手啊 往虚空中 漠然一撞 漫天的银色电光闪动之下 一张纤细如丝的银网啊 顿时呢 在山头上空浮现而出 随着一闪之下 立刻往黄梁石灵身上 一照而去 轰鸣之声一响 银色丝网 一下子接着湿湿的 浮在了石灵庞大的身躯上 接着呢 在老者发觉一催之下 迅速的一紧 顿时 嘶嘶的电芒耀眼至极 同时呢 无数的银色符文 从网上是狂有而出 整个石灵 一下子就化为了一团 异常刺目的银色光球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在银色丝网 勒紧之下 石灵呢 原本膨胀的身躯 竟迅速的缩小了起来 不过几个呼吸间的功夫啊 就恢复了原本的大小 然后任凭灵物再想催动什么神通 但是体内丝毫动静都没有了 石灵纵然说心中是愤怒至极 但也根本无济于事 既然落到了老夫的营销雷网中 就别想再翻腾什么了 就乖乖的跟老夫去圣岛一套 放心 并不是要你的小命 只是借用你的本体医用而已 黑羽上人呢 一见真的擒住了黄凉石灵 满心欣喜之下 不禁脸上露出了笑容 徐徐的从空中一路而下 恭喜玉兄了 看来这一次任务是顺利完成了 惭愧得很的 贫僧并没有帮上太大的忙 要不是有韩兄在一旁相助 还真的让这小东西给跑掉了呀 一旁的天长忽然有些歉意的开口 显然在石灵被擒的瞬间 原先困住他的幻术 自然的破灭消失 让其一下子脱空而出 哎 大师太谦虚了 要不是有大师和老夫一起出手 也不可能如此快的 就引出此灵物的幻术神通的 韩道友呢 也不可能如此轻易的拦住他的 但是大师这一句话说对了 这一次还真的是 幸亏请韩道友出手相助啊 二位道友太客气了 韩某只是尽了一些本分之力而已啊 韩力笑了一笑并没多说 但是单手呢 冲那被银网紧紧包裹着 石灵虚空一抓 霹雳之声一响 无数的金色电光 从银色丝网中急吹而出 重新的化为了一道道金湖 没入其身其中 啊 这 这是辟邪神雷吧 哎呀 这神雷的辟邪的魔性 对付那些低阶的魔族 可是无往而不利的大杀气啊 黑与上人目睹此景 撑起了一句 接着呢 伸出了一根手指 冲下方包裹着石灵的银色丝网 同样的一点指 晴空一声霹雳 丝网在老者神通一催之下 唤起了丝丝的电光 并再次的勒紧了起来 这一次呀 银色丝网狂闪之下 颇为玄妙的将石灵包裹成了全套大小的一个银色丝团 然后呢 将老者袖子一甩 收入了其中 其实不光辟邪神雷 这世间还有其他的几种功法 在对付魔物上都颇为的犀利 但是啊 这些功法要么难以修炼 根本没有办法推广 要么早就失传已久 只是留下了一些传闻而已 我们人族中真正拥有此类功法神通的并不太多 否则的话 在对付魔族上应该不会这般吃力的呀 僧人徐徐的从空中飘落而下 大友深意的望了韩丽眼之后 有些感慨的说道 既然知道此事不可求 大师又何必太在此事啊 韩道友能得到辟邪神雷 也许他福源不小 听闻 此神通用真正的击雷术催动 那威力之大 足以威胁合体级别的魔尊 哎呀 但是可惜我们圣岛 只保有下半步发掘呀 韩丽若是有机会的话 倒可以去蛮荒世界寻找一下 那些异族中 说不定还保有全本的击雷术啊 黑羽上人的沉阴了一下 向韩丽建议道 击雷术 半步发掘 韩丽听到此话心中为之一动啊 他当年在地狱四大妖王那里 倒是得到了一种击雷术 但是此神通虽然说威能不小 但是催动起来呀 太过耗费时间 用在实际争斗中的并不太适合 孤儿也就一直没用几次 不错啊 这击雷术上半步啊 是教人呢 如何控制神雷威能 祭出神雷之用的 而下半步发掘 那才是真正的操控驱使之法 缺一不可呀 原来如此 看完有机会 在下还真的要去蛮荒寻找一下 韩丽脸上不动声色的点了点头 但是心中却不停大骂起了呀 为何这击雷术这般的不堪实用 原来啊 当初那四大妖王传授给的击雷术 竟然只是一半 那不用问呢 这肯定是四大妖王故意为之的 不过想想呢 这也很正常 换做是他 多半也会如此做的 下面的时间 他们三个人呢 又在山头上寒暄了一番之后 天寒说出了告辞之言 二位施主 圣皇城的情形也不算太好啊 老那出来十日也不短啊 要马上回去 祝圣皇大人守城去 就 在此就二位告辞 哈哈 既然大师这么说 那老夫也要带着石林赶回圣岛了 那岛上之人呢 也是急需此领悟的 韩道友 天天大师 希望摩羯之后 我等还能有缘再见 哎 这老 韩道友啊 你还要留在此地几日吧 老者丑陋的面容上 露出了一丝喜色抱拳 说道 哦 在下还要尽地火一用 的确呢 要多治疗典离的 二位道友保证 一路走好 韩某就不送了 韩美微然一笑 从容回了一礼 就这样片刻功夫过后 一团乌火和一道白光 分别从山头上 躺空飞起 一个盘旋 分别化为了两道惊鸿 朝不同的方向 急事而走了 几个闪动过后 两道顿光消失在了 天际尽头处 杭丽呢 站在山头上 一座巨石之上 眺望着远处 顿光消失的情形 脸上笑容呢 渐渐地收敛了起来 并最终 喃喃自以了一句 几雷书的下半部 看来那盛岛真要走上一趟了 不过现在 且需要先和那魔头 好好的沟通一番 先将那混动二气 弄到手再说吧 话音刚落呀 航力的身形移动 一个模糊之下 就再次地出现在了巨坑边上 并重新地往坑底处扫了一眼 在刚才的大战中 此坑呢 倒是没有被波及得太多 故而呢 还保持着原先的模样 坑底处的黄色的雾气 仍然弥漫一片 肉眼呢 根本就没有办法 看清楚下面的东西 寒力商务 咪缝 迷惑了一会儿之后 又抬头向山头四周 扫了一眼 眉头微微一皱 他忽然之间呢 单手一翻转 一叠厚厚的震旗 在手心处浮现而出 手腕再抖之下 化为了数十道光芒 向四周是鸡舍而去 灵光闪动之下 这些布阵气聚纷纷的 没入到了虚空中 下一刻呀 一层白茫茫的雾气 在身头上弥骂而开 一会儿的功夫过后 就将巨坑连同寒力 彻底的淹没进了其中 寒力站在原地未动一下 双袖一抖呢 又有十三团的紫光飞逝而出 并嗡鸣一身 没入到雾气之中 不见了踪影 紧接他身上绿光再闪 一道绿影呢 从其体内是一扑而出 一个晃动之下 诡异的没入地下不见了 做完了这一切之后 寒力长长的出离口气 神色肃然的在巨坑旁 盘膝坐下 一手掐绝 一手猛然的往天灵盖上一拍 顿时一团金光闪动啊 一只半尺高的猿鹰一晃 在其头顶上浮现而出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271回